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尹颂 考考考 老师的法宝 分分分 学生的命根 这话听了几十年 上过学的人都知道 有些孩子说了 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 我们在底下听的是昏昏欲睡 那么有没有一所学校 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可以让老师教得轻松 学生学得快乐呢 针对这些问题 我和大家伙一样 特别希望得到积极的答复 我手里的这本 《走向学习中心未来学校构想》就能给你答案 它是由教育专家 博士生导师朱永新教授撰写的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里头 作者认为 未来的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听一听 他是怎么说的 多年来 我调研了国内外许多优秀的教育机构 通过对调研数据 调研信息的分析 认为 未来教育教学的趋势 是走向学习中心 未来 传统模式的学校会被学习中心取代 在未来 学校将是一个学习共同体 不需要固定的上课时间 固定的教室 不再固定课堂教学形式 学生的学习时间 会逐步的弹性化 教学完全是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定教的个性化学习模式 将成为教育的主流 未来的教师 将从三尺讲台上解放出来 成为人机共教教学模式的受益者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将逐渐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使学习过程 更轻松 更贴近学生的个性和认知能力 那么未来 在未来 我们学习的学习中心 教学生的学习 读研究学生的学习 进入学习 学习这一学工智能 并上 més再度 并上照报道 有很大的学习 成为大专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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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会出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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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方式科学 教育方法最大限度的 音才师教 绝大多数人 在不同行业 都可以很出色 出人头顶 走向学习中心 未来学校构想 这本书是作者 新教育实验的 探索与思考的结晶 里头 包含着作者 保含着作为一个专家 对教育的深度思考 和睿智见解 用实际的话来说 这本书里头 干货多多 实用性非常强 如果说啊 您有兴趣 请自己到书中 寻找答案吧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下期节目